上回說到,那個魏忠,日醒醒醒,望見那個賊,整個隔在身上,哎呀,你,你,你不是何彭? 哎呀,楊老兄,怎麼在這裡遇到你的?黃鳳山在旁邊問魏忠,喂,喂,李仁兄,你到底姓什麼? 剛才姓李,現在又變成姓楊的?北俠就明知另有文章,贏不問那麼多了,把刀就對著賀豹,喝了它,快喝! 那兩夫妻就自作自首,喝了兩碗家料迷魂酒,說得沒那麼快,一切都在地上,北俠就問魏忠,太壽現在在哪裡? 魏忠就說,太壽私訪霸王莊,被途中釋破了,後來好再一位女子相救逃出虎口,怎麼知道又被人追趕,主僕失散了,現在太壽下落不明了 那個朱江貞,睡在床上聽到這麼說,就急起身問,太壽又被他們逐回去? 危中一看,原來是救命恩人,姑娘,你怎麼會來到這裡? 朱江貞就將自己,後來救了錦娘,又去錦娘房子吊頸自盡,然後就被人救出來,半路撞到北俠的事,日五一十說出來。 那個黃鳳山在旁邊聽到就問,那個錦娘,是不是澤九成的外孫女啊? 是啊是啊,她跟太壽一起,困在地牢那裡的,黃鳳山就整個跳起來,錦娘就是我侄女來的,老漢出來就說想打聽她的下落。 多得這位姑娘救了她,此因此得,都不知道怎麼來報答姑娘。 北俠就說,為今之計最緊要找回太壽回來。 我先去霸王莊,你兩位呢,等到一天亮就找頂繳,把朱姑娘帶回去黃老伯家先。 魏主管啊,你安置好朱姑娘,就立即回到太壽府聽後音訊。 對了,還有還有,你回到太壽府,立即叫人來,把這對狗男女押回來。 北俠就由鏡如河炮夫妻醒回來,兩個白衣公對付他們不行的。 那麼,純手就在房裡拿了兩條繩來,將他們兩功火紮到實,用布塞住口,一手剩一個就劈進房間裏面。 再用鎖,鎖住房門,然後就慈別終人,直奔霸王莊。 那現在又說回危機組了。 他跟危中失散以後,一個人見路就走,摸出樹林,嚇猛猛就不變東南西北。 怎知道就走錯路,走回頭,走走走走,就聽到後面馬蹄聲響。 哼,正是馬強帶領仲打手來到,太壽就慌忙逃走。 哎呀,哪裏還能逃脫啊? 已經全身軟了,沒有力氣,走過多少步就躲在地上。 又是被那個馬強抓住。 原來那個馬強呢,剛才跟他老婆商量好,準備請太壽來客廳,送一份厚禮,逼他入火。 剛好吩咐家丁去請,怎要家丁去到地牢人影堡呢? 立即來報給馬強知道,馬強一刻,雲盤也沒有了, 帶了一群打手出來追趕。追了好久都追不到,誰頭喪氣就拉隊回去。 偏偏有這麼巧,又被他撞到太壽。 馬強就拉著太壽回到霸王莊,就返回到地牢裏面。 這回見過鬼魄,派八九個家丁看到實。 跟著馬強就召集整班手下,在招賢館來商議對策。 最初呢,那群亡命之徒還以為抓太壽回來了,日天都光光, 每個人都喝酒慶賀。忽然間,郭氏夫人派人來報,說丫鬟朱鋼才不見了。 他連後花園的鎖匙也帶走。馬強一聲,哎呀,原來這個賤人放走了太壽。 一日都是自己老婆懶好心,留在身邊做丫鬟。 這回如果讓我抓他回來,我怎麼都不放過他。 跟著馬強想了一想,當堂面色都變了,一拍大腿, 糟了,這回糟了,糟了。 那群手下就惡然了。 那莊主,不見了那丫鬟,要怎麼這麼急啊? 將來找個更漂亮一點都行啊。 嘿,你們別亂說啊,你們想想。 那死丫鬟不見了,還有個泰秀跟班老家火翼,不知道去了哪兒。 這兩個人一走掉,就一定穿出來的嘛。 知道我們霸王莊屬得太壽。 到時官府怎麼肯罷休啊? 一定派人來拿人啊,你說到時怎麼辦啊? 那幫亡命之徒呢? 個個個叫磨拳賊掌。 拍胸口拍到噴噴聲。 嘿,怕什麼啊?兵來將黨。 官府都怕我們啊,難道他敢進來抓人啊? 有些人說,不如乾脆將太秀殺了他的屍鞋迷藏在後花園。 莊主你只要一口咬定還沒見過太秀。 沒憑沒據,沒裝沒證,他們咬我們嗎? 何況朝中有馬總管做後台,少少一個州官算得什麼啊。 他說馬強聽到那幫人這麼說,當堂又定溫很多啊。 好,哼,無毒不丈夫,多大就多大啦。 馬強立刻吩咐打手馬勇,去地牢殺了太秀他, 然後將屍鞋扔進後花園的孤井那裡,用石頭堤沙封好他。 那刻擾湖智花就說,好,等我幫馬勇手吧。 馬強就十分歡喜,好好好, 嘿,賢底做事最細心的,你去我就更放心了。 智花和馬勇兩人就離開招賢館, 去到地牢前面,智花見到有八、九個人在看著殺擊, 就拉側馬勇說,喂,馬兄,殺太秀那是機密之事吧, 人多口雜,到時傳出去你和我都不妥當啊。 那,不如你對那幫帝兄說,說莊主有命, 叫我們兩個來頂班,等大家回去休息一下, 這樣就穩陣一點啊。 馬勇一隻,哈,智大哥,你個人想得周到,好。 馬勇就吩咐那幾個看守, 喂,你們回家休息一下,我和智老爺來頂班啊。 馬勇呢,就是霸王莊得力的打手, 又是馬強親信來的。 那位家庭聽到他這樣說, 嘿,對了,不用看更關,睡大覺更好。 一下子就走了。 馬勇就拔出刀來,準備進去殺太秀。 開了鎖,走到太秀面前,舉刀就要斬, 說遲遲那時快,智華那把刀, 已經在後面一刀砍下來,把人頭砍下來。 智華就對太秀說,你不用驚慌, 我處置了他,一會兒就進來救你。 接著智華一手撕住屍首,一手就戳了人頭, 拖出外面一劈就劈進去井上。 然後就搬了幾塊大石頭, 拿泥沙下來封住井口, 搞妥當一下,就回到地牢救太秀。 哎呀,死了,太秀不見了? 哎呀,誰那麼快手呢? 哦,一定是個沈仲苑。 剛才他聽見我說要殺太秀, 他看著我笑了笑, 當然是被他識穿了, 先走一步將太秀救了出去。 只跟著一想, 別啦,別啦,人心難測, 那個沈仲苑平日出色沒有做過什麼壞事和那幫人同, 知道他為人圓滑的, 會不會在太秀身上另打主意呢? 智華就立刻飛身上瓦, 摸回去招賢館打探動靜。 見個沈仲苑就在跟馬強聊天, 不是他,是誰那麼快手呢? 智華就連忙離開招賢館, 飛化就踢出去找太秀, 去到侯花園,挑上圍牆上一看, 看到樹林外面有人拍一閃就走進樹林, 智華就連忙追趕過去, 忽然一拍他肩膀, 自然底,我在這兒, 智華回頭一看, 原來是歐陽大哥, 正是正是,歐陽大哥, 對了對了對了, 那個危太秀不見了, 不用找了, 你看看, 智華一看, 只見了危太秀, 坐一棵樹腳底下, 被喘起, 智華上前拜見太秀, 危太秀就說, 唉, 多成兩位義士搭狗, 知, 知我從昨日到現在, 未曾吃過一口飯, 又奔波了一日, 已經筋皮力卷, 唉呀, 怎麼離開這兒好呢? 剛剛說到這兒, 就聽到馬蹄聲滴滴答答, 那個艾虎呢, 就騎著太秀匹馬來到面前, 對智華說, 師父, 弟子將太秀匹馬偷出來了, 好好好, 快點把馬拉過來, 扶太秀上馬, 北俠就問, 這個小孩是誰啊, 這麼聰明的? 他是我徒弟叫艾虎, 阿虎, 快點過來拜見歐陽伯父, 艾虎就連忙過來, 扣了他的頭給北俠, 北俠就對智華說, 你師父快點回去, 免得人家起疑心, 太秀這裡有我護送, 你們放心好了, 智華就拉著艾虎, 慈別北俠就回到霸王莊, 在路上智華就問艾虎, 喂, 你怎麼知道太秀等著馬蹄啊? 哦, 我看到師父剛才自告奮勇, 說要殺太秀, 我就省水了, 我跟著美去, 看見師父殺了馬蹄, 我看見那個太秀這麼散弱的, 你放他走的走不掉了, 所以我快點去馬房, 偷回他的匹馬, 我本來想來樹林裡面等候師父的, 啊, 怎知道你們這麼快就來了啊, 是的,師父, 剛才那個歐陽伯父, 有不止息的鬍鬚嗎? 是不是師父經常說那個紫艷伯, 北俠伯? 是, 他就是北俠歐陽春, 外號紫艷伯, 他跟我是結拜兄弟, 生死之交來的, 哎呀, 師父, 剛才你怎麼不早點說清楚呢? 我還沒看清楚他的樣子啊, 你也不用急, 聽問儀更天, 他會來跟我們會合的, 師徒兩個就回到霸王莊大門前, 智化就說了他, 喂, 不要一起回去啦, 各層門龍, 兩個人一人一邊, 飛身上牆頭, 就回到招賢館, 智化就去見馬強, 講過聽話已經殺了太秀, 現在馬勇, 在後花園, 撿了手尾, 封緊井口啊, 馬強聽見殺了太秀, 就清讚智化, 做事乾淨利落, 嘿, 太秀現在呢, 就已經由北俠胡宋語, 返回衙門啊, 在路上呢, 北俠就將救了危宗和朱鋼精的事, 告訴太秀聽, 講下講下, 就快回到衙門啊, 太秀就連亡下馬, 多謝北俠救命之恩, 請北俠入裡面坐, 北俠雙手一抱歉, 不必啦, 不必啦, 太秀早點回去休息, 記住啊, 今晚, 太人到霸王莊南邊, 二里路那間瘟神廟等候, 到掌燈時份, 我就來那裡會合, 二更圈就動手逐馬強, 講完轉身, 一陣風就走了, 跟太秀府的官員呢, 這兩天不見了太秀, 正在朝急, 現在太秀回來, 大家就趕快去迎接太秀, 回到書房休息, 太秀就問危中回來後, 底下就報上, 還沒見人啊, 太秀心中牽掛, 連飯都吃不下, 只是喝一口湯, 吃了兩件點心, 就回書房休息了, 一直到中午, 危中才回到來, 主僕見面, 雖則是分手不過一夜, 直到是死女逃生, 卑喜交集, 免不了, 雙錦一番, 危太秀就立刻吩咐開飯, 主僕二人一邊吃, 一邊談起失散後的情友, 危中呢, 就說起, 已經將朱鋼精, 送去黃鳳山家了, 那錦娘呢, 已經早一步到了姑媽那裡, 一家人見到朱鋼精千多達萬多謝, 多謝她救命之恩, 又叫朱小姐, 和錦娘住在一間房, 那個黃鳳山呢, 本來有個兒子的, 那怕朱姑娘來住就不方便, 就叫她兒子去了院城, 一來是報信給錦娘的外公, 澤九成知道, 二來呢, 也照顧一下那個白爺公, 那危繼祖聽到這麼說, 就十分歡喜, 主僕兩人吃完飯, 泰秀就馬上派危中出來問, 今天是誰當班啊, 今天是黃海張紅, 立即吩咐他們兩個進書房, 老爺有急事要辦, 一陣間, 黃海張紅就來到書房, 泰秀就吩咐他們, 喏, 你兩個, 今晚早點吃晚飯, 每人帶十名精幹部犯, 暗藏利器, 在掌燈時分, 在霸王莊南邊, 二里路溫神廟那裡集齊, 到時有個大漢, 身材高大, 又不止息鬍鬍的, 你們一切就聽從他調遣, 這件事乃是機密之事啊, 你們千萬不可張揚出血, 如果走漏風聲為你二人事問, 黃海張紅兩個領命, 立即就出去挑選了二十名捕快, 準備妥當, 就只等天黑行事了, 這邊就密羅緊固準備捉人, 霸王莊的馬強呢, 因為殺了太守, 就提心吊膽助立不安, 不怕官兵來要人, 他又找了一群手下, 聚集在昭然館喝酒解門, 那群流亡光棍, 見到馬強無精打採神不守舍的, 就一被在幫他打起, 這個就說, 嘿, 敢作敢當才是好漢也怕什麼, 斬頭不過碗那麼大個巴, 另一個就說, 烈火煉真金, 現在就輪到我們拿出真功夫出來, 大顯身手了, 整班亡命之徒, 拍檯拍椅, 慷慨激愕, 後睡花噴噴廢話連篇, 唯獨個黑妖湖智化, 心中寥寥, 一尾暫不知, 吹聲不出, 晚在那裡喝酒, 那艾虎呢, 特別樂力, 一尾捧酒水出來, 事後大家, 還有個小豬葛嬸仲緣, 也是吹聲不出, 整天悲悲笑, 時不時就望一眼的智化, 到下午了, 沈仲緣就說肚痛, 離開燒賢館, 不知道去了哪裡, 那位馬強呢, 喝足一日酒, 到夜晚, 見到沒有什麼動靜, 他已經有點醉紛紛了, 就回到房間, 剛剛想上床睡覺, 只見窗簾一拼, 一條大漢就跳進來, 把刀已經對正喉嚨了, 大老爺搖命啊, 大老爺搖命, 不准出聲, 來者不是別國, 正是北, 北俠歐陽春, 那北俠, 戴下馬強的腰帶, 將馬強綁著, 順手就將馬強的老婆亦扎緊, 用布折住兩個人的口, 然後就跳出去, 一直去到後花園, 啪啪啪, 啪了三下手掌, 開了後門, 外面黃海張虹就帶著二十個步塊一湧入, 北俠就帶著那幫人來到馬強的房間, 吩咐那些步塊, 押戒他們兩個回衙門, 剛剛錄到樓下大廳, 指定在外面人聲吵集, 不得了啦, 莊主被人抓, 嘩, 別放那些人出來啊, 別放那些人出來啊, 圍著他, 圍著他, 原來呢, 剛才北俠, 綁著馬強夫婦之後, 又去後花園開門, 放人進來嘛, 怎料有這麼巧, 是有個丫鬟呢, 在房間經過, 運窗口一網, 看到莊主兩夫婦被人綁著, 那個丫鬟嚇到雲魄都沒有了, 立刻去招賢館, 報給管家途中聽, 途中就立刻帶齊人馬趕過來, 剛剛就撞正北俠, 帶著眾人押戒馬強落樓, 北俠就吩咐黃海張龍, 你倆我帶領兄弟, 看守著馬強外面那幫草扣, 等我去對付就行了, 北俠就帶著幾個牙翼出來, 大渴一聲, 你莊主已經被我捉住了, 誰有膽就上來送死, 有幾個不怕死的, 就撲上來, 北俠對付這些草扣, 真是撿斗地撿, 三幾下手勢, 死的死, 傷的傷, 病態瑞彰華, 和神手大勝鄧車, 看到不對路, 各自逃生, 那時候, 黑妖胡智化和艾虎, 已經執拾好行李, 艾虎揹著兩個包袱, 師徒兩個站在牆上, 看見北俠對付那幫草扣, 伸手不凡, 那個艾虎就佩服到五體頭地, 等到北俠打退那幫打手之後, 智化師徒才跳下來和北俠相會, 直到逐了馬強兩夫妻, 智化就說, 大哥, 那個馬強的罪惡滔天, 知道他老婆沒什麼點的, 不如就拉馬強走算了, 北俠想了一下, 這樣也好, 就吩咐人化園的暴頭, 黃海張紅押戒馬強走, 那個馬強呢, 被省澤到實行都行不動的, 智化就叫艾虎, 去馬房裡拉了匹馬來, 就扶馬強坐上去, 智化和艾虎兩個就跟著尾走, 那個馬強就不知道智化是救了太秀出去的, 現在看到智化和艾虎, 揹著行李跟著後邊來, 又拉了匹馬來給自己坐, 以為智化艾虎是來侍候自己的, 那個馬強心中就十分感慨, 唉, 招賢館, 收留這麼多人, 到緊急關頭, 就說個個走光, 就只剩下智化賢底, 就只剩下交情, 又難得艾虎, 年紀小小, 這麼有心跟著來服侍我, 嘿嘿, 馬強你真是開胃了, 他們兩個留在看著你, 真是服侍你, 近北俠, 見到已經捉了馬強了, 以為這回, 可以幫到危太秀的手, 隨卻地方一霸, 怎知風雲突點, 反而惹出一場大禍出來, 欲知後事如何呢, 且待下回分解了。 上回講到, 北俠帶領眾人, 押戒馬強回衙門, 就以為捉到這個大惡霸, 大家就心情舒暢, 一邊走一邊聊天, 那北俠, 見到艾虎楊子山十分脆怪, 而且聰明伶俐, 兩個人就好聊得來, 艾虎講到自己無父無母, 孤苦伶伶自小出來做雜工, 好在得到師父智化痛愛, 還傳授了武藝給自己, 降到苦楚之處, 艾虎哭了上來, 那北俠歐陽春, 本來是個無牽無掛四海為家之人, 聽到艾虎一番說話, 居然觸動情懷, 他走前幾步就拉側智化說, 賢底, 你這個徒弟我十分喜歡, 我想收他做養子, 你的意思是怎樣呢? 那智化都未曾開口, 後面艾虎已經追上來, 一手就牽著北俠, 然後跪下就扣了頭, 爹爹在上, 壽孩兒一拜, 智化就看著他, 喂喂喂, 小孩兒不懂事, 就這樣就認做父親, 那草率怎行呢? 師父, 只要我是真心真意就行了, 發合一手拉起艾虎, 好, 好, 只要是真心, 嘻嘻, 何必這麼多虛聞套禮呢? 那個智化就通氣了, 快點上前幾步看著馬強, 任由北俠和艾虎, 父子兩個在後面談到夠, 行行行行, 北俠見到離衙門沒有多遠, 就叫艾虎找智化回來, 北俠就問他, 賢底, 你師徒打算去哪? 我想去重江府抹花村找丁家兄弟, 好好, 你見到丁家兄弟, 代我多多問候一下, 歐陽大哥, 不如一起去吧, 不好了, 我剛剛離開抹花村沒有多久, 本來我打算去杭州玩一下, 怎知遇到霸王莊這件事, 現在惡人已經逐了, 我還是回杭州走一下, 你們押戒馬強回去就行了, 好, 賢底, 後會有期。 接著那個北俠又拉側艾虎, 吩咐他要聽師傅話, 好好練功學武藝, 這麼兩個剛剛認譽父子, 現在又分手了, 前面不了依依不捨, 那個艾虎更加淚流滿面, 拜別義父。 北俠又去杭州, 智花艾虎又去抹花村, 現在不說他這邊住了, 又說霸王莊那邊, 招賢館那幫流亡草扣呢, 剛才被北俠打散了, 四處躲起來, 等到北俠押戒馬強走了, 這幫人見沒有什麼動靜呢, 整班又是回回頭, 集齊在招賢館, 是的, 現在莊主被人逐了, 智花艾虎就不見了, 臣手大姓鄧車, 和病太歲張華, 小諸葛鄧仲元, 還有他打手馬勇, 都無影無蹤, 管家途中也不知這些去哪兒, 那幫草扣呢, 都說好食懶做之人來的, 現在沒有靠山, 以後怎麼過日子呢, 整班又哩哩亂, 忽然間有人述主意, 喂, 不如我們以毒攻毒, 假扮北俠歐陽春帶領官差來搶劫, 馬強家裡很多東西, 搶了他就有時間我們享用了, 到時馬家要去追究, 就讓他們去追北俠咯, 眾人一聽就個個讚好, 這班人啊, 打架劫舍都是行家來的嘛, 一切就湧入馬強住的廳房, 大聲就喊, 我們是北俠, 帶領眾官差來搜查莊物, 炒, 一聲炒耳, 半屋那麼半啊, 馬強的老婆和那幫丫鬟聽到人聲吵集, 說北俠帶領牙翼來抄家, 驚到個個失魂落魄, 躲在房裡任由那幫人去搶, 由半夜都一直搶到就快天光, 金銀壽式珍貴的古碗衣物, 喊了, 被他們搶走了。 到第二天, 郭氏夫人出來一看, 嘩, 一聲就哭了上來, 那時候呢, 管家途中呢, 避過風頭之後又死回來了嘛, 他就跟郭氏夫人商量, 寫了一封書信, 立刻去京城報給馬強的叔叔馬朝言聽, 說馬強被太秀派北俠帶領牙翼逐了去, 那幫人乘機搶劫, 把值錢的東西搶走了。 過途中呢, 還裂了一張室丹, 帶上去見馬朝言, 另外呢, 又叫郭氏夫人, 立刻派人去衙門報案, 告個北俠帶人來搶劫, 那現在又說黃海、張紅和那幫衙役, 押戒著馬強回到衙門, 太秀危機早立刻就升堂審案, 善罪問馬強, 強搶女子錦良和朱鋼精的事, 怎知那個馬強呢, 他想著既然已經到了錦田地了, 他把心一橫, 不但不認, 反而處處咬不得口, 他說呢, 是澤九成和朱焕張兩個, 因為欠債沒有錢還, 不但自願將那個女兒送來頂債, 不關他事, 他並無搶掠之事。 那個危態秀就越嬸越火滾, 一拍京堂木, 豈有此理的話, 你死到臨頭還敢狡辯, 你不但強搶民旅, 你居然連本府也都強拉入霸王莊, 運在地牢裡, 你還有何話可說? 想不到馬強真是厲害, 他一點都不怕, 他反問一句, 大老爺, 老爺是四品黃堂, 怎會來到小人的村莊呢? 還說小人將大老爺運在地牢裡, 既然運著大老爺, 為何今天大老爺又在公堂審案呢? 大老爺千萬不要找小人開玩笑, 唉, 以大壓小, 小人是擔當不起的, 馬強一關話激過危態手, 真是透氣都透不到, 喝了一句, 打! 一連打了二十下嘴巴, 打到鮮血直流, 馬強依然不肯認, 再打四十大板, 咳! 還是隻字不招, 叫澤九成和朱宛章出來當堂對政, 馬強連望都不看一眼反咬一口, 說他們誣告, 以後還會找他們兩個算帳, 危胎手就真的被這個惡霸搞到沒有辦法, 再打, 又怕打死了他, 到時他叔馬朝然來追教就難交代, 正在為難之際, 突然霸王莊諸氏夫人派人來呈將訟詞, 說昨晚半夜, 北合歐陽春, 帶領雅易明火執將來搶劫, 還裂上長長一裂塞班, 太秀心中就奇怪了, 哎呀,北合哪是這樣的人呢? 而且昨晚, 是我親自派黃海張紅帶二十個人跟一起去的, 這件事一定另有內情, 自家人當然是來告狀嘛, 你又不能不理的, 太秀只好吩咐將馬強收押監倉, 請諸門將老先生留在衙門那裏, 就叫澤九成站回家等候, 接著太秀就叫黃海張紅入書房, 就追問他昨晚捉馬強的事, 兩個頭目就從頭到尾講出來, 危太秀就心中明白, 這件事一定是有人靠海, 太秀就吩咐他們兩個出來暗中查訪, 那兩個暴頭走之後, 太秀又請朱老先生進來, 請老先生坐上席, 太秀先多謝朱鋼精救命之恩, 然後將朱鋼精交給他那支白玉蓮花拿出來, 朱老先生一見就淚流滿臉, 太秀就將朱鋼精救了自己之後, 想自殺又被北俠救了, 現在就住在黃鳳山屋棋的事講出來, 老先生才轉悲為喜, 太秀跟著就問及那支白玉蓮花的來歷, 哦,這件是二十年前的事, 那時候我住在宜征, 家裡後門對證楊子江的, 有一天, 見到漂流一具屍首過來, 若莫三十幾歲, 那我於心不忍, 就買了一副棺木來臉葬, 見死者身上帶了一支白玉蓮花, 那我心想不如留回來, 等第二天他的後人來認屍, 我將這支白玉蓮花交給我女人收藏好, 後來我女兒見到十分鐘以, 就隨身配戴著, 危太秀就在這裏, 按不住眼淚直扭, 危中就上前對太秀說, 老爺, 不如將身上配戴那支拿出來對一對, 太秀一邊哭, 一邊解下身上我支白玉蓮花, 兩支一拍, 果然合併為一支並締鏈, 賭物私人, 太秀就更加傷心, 禁不住放聲痛哭, 我朱老先生就莫名其妙, 危中就將這一對白玉蓮花來歷講出來, 老先生才明白, 快點勸解太秀, 大人, 這個叫做珠環迫返, 乃是大喜之兆啊, 而且無心之中又找到先大人的歸結下落, 雖則可比, 其實可喜呀。 太秀聽到這樣說, 才忍著眼淚, 再三多謝朱老先生, 就留下老先生在牙內居住, 那個危中呢, 眼睛想拉起太秀和朱鋼精這段恩怨, 他對太秀說, 朱姑娘有救命之恩, 而且又有百玉蓮花為悔, 真是千里恩怨一善獻, 不如就和朱小姐定親吧。 危繼祖亦有這樣的心, 於是就叫危中去找個黃鳳山做媒人, 那個朱鋼先生一口就答應, 啊, 那個黃鳳山呢, 又托回危中做媒人啊, 他的兒子呢, 就想娶札九成的外孫女錦良為妻, 那朱九成呢, 也樂意答應, 兩個老人家就變成親上加親, 就更加親熱了。 過了幾日, 危太秀就吩咐危中, 拿著那對白玉蓮花去白衣陰拜見娘親, 叫危中告訴娘親, 三件事已經辦妥兩件, 現在已經半封太秀, 那支白玉蓮花也已經找到了, 還有那件報仇的事, 已經逐到一個, 還欠一個, 怎麼都要逐回來, 就想立刻接娘親來主, 安葬父親的鞋骨, 母子團聚, 然後再和朱鋼精成親, 危中領命, 就離開太秀回鄉下, 怎麼知道, 煞子間風雲突變, 危機祖想做清官慰民除害, 怎麼知道, 反而自己蒙上不白之冤, 原來呢, 那途中上京城就找著馬強我叔叔, 當今皇宮總管馬朝賢出頭, 在皇帝面前告狀, 告杭州太秀危計祖, 私行出訪勒索良民, 又勾結大盜歐陽春, 明火執仗,搶劫民家。 皇帝下聖子, 將馬強押戒京城交大理子審問, 太秀危計祖, 即刻解任, 一起來京城歸案對政。 危太秀奉子, 即刻派牙翼押戒馬強去京城, 他自己連忙將太秀府的官人交代清楚。 那現在危宗就回到鄉下, 太秀就只好帶兩個徐寵, 拿起案卷和訟子, 即刻去京城和馬強對政。 那太秀來到京城, 又不敢去開封府, 指引他的訟元是包公主考的, 後來他又拜了包公為師, 故事只好迴避。 那危太秀, 一到京城就向大理子報道, 大理子的文大人, 見到犯人和太秀都來了, 即刻就升堂, 先提審馬強。 那馬強說, 叔馬朝賢是皇帝的親信來的, 有權有勢的, 馬強心中就讀定了, 一開口就死咬定危濟祖勒索不遂, 勾結大盜歐陽春, 洗劫民居。 文大人聽完就吩咐押馬強出去, 然後就帶危太秀上堂。 危濟祖就將自己剛剛上任, 受到很多告狀的訟詞, 所以出去查訪, 怎知被馬強捉住, 還靠朱鋼精和北俠歐陽春搭救, 才救了一條命, 後來又怎麼從北俠去捉到馬強的事, 日五日十說出來。 文老大人聽完, 就請太秀出外面等一等, 他立即又提馬強上堂, 逐見審問他。 這個馬強依然十分口硬, 死口咬定, 不合歐陽春, 勾結太秀打劫的事。 文大人的心想, 嗯, 要馬強認罪就怕不是那麼容易吧。 他就似要有後台, 一定要找到北俠回來當面對證, 這樣才能夠封得住他那把口。 文大人就吩咐將馬強收監後審, 又叫人請太秀進來, 自小追問他, 北俠歐陽春到底是什麼人。 危計早就說, 北俠歐陽春是個光明正大之人, 只因他行俠仗義, 所以人人稱他為北俠, 就如展戶衛, 有南俠之稱一樣。 那個文老大人一尾鴨頭, 嗯,嗯, 照你這樣說, 這個北俠一定不會做搶劫之事。 但是現在這件案, 一定要找到北俠回來, 才能夠了結。 現在的北俠在哪裡呢? 大約還在杭州。 好, 那等我明天就上皇上, 看皇上意思是怎樣。 跟著文大人就叫人, 讓太秀帶去玉神廟住。 啊, 可憐這個剛剛上任的新太秀, 想說為民做件好事, 落得如此收場。 雖然都未至於坐牢, 只住在玉神廟聽後審問, 只是等於軟禁一樣, 這樣也夠了淒涼。 好在文大人還有好官來的, 再三祝福的手下, 不准代博危胎收, 這樣才免受苦。 到第二天, 文大人就啟咒皇上, 那個皇帝就立即落聖子, 派四品大都護衛白玉堂 去杭州捉拿北合歐陽春歸岸, 要歐陽春回來和馬強對政。 哈哈, 那個皇帝啊, 擺著個南俠展昭在那裡, 他不找, 偏偏要找個錦毛鼠白玉堂去。 那個白玉堂呢, 剛剛做了個四品大都護衛, 新官上任三把火啊, 見皇帝派自己去燭拿北合, 知道皇帝想嘗嘗自己本事而已。 白玉堂心中暗暗得戚, 好, 我就給些利害, 你看一下。 白玉堂領子, 立即就回去參見包公, 包公再三祝福他要小心行事。 白玉堂一一領命, 回到住所, 眾人已經擺設, 然間來鬆行, 那個白玉堂呢, 神采飛揚, 慶高采烈。 張平看到他這樣的心中不安, 就拉側他來問。 五弟, 你去杭州見到北合打算怎樣呢? 還要問呢, 我奉旨族人, 那我不管他誰, 一樣秉公辦事, 難道我會放走他嗎? 哎呀,五弟, 是要秉公辦事, 知道這個北合歐陽春, 乃是個行合仗義之人。 五弟見到他, 如果不將道理講清楚, 日未擺出陰差大人的樣子, 就怕歐陽春, 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 到時反而麻煩。 白玉堂一聽就十分高興, 他心想, 我白玉堂去逐一個歐陽春, 有什麼這麼為難呢? 只有想到, 前陣子大鬧東京, 經過這麼多曲子, 兄弟才和解。 白玉堂就忍著頸問, 那麼, 照四哥說, 怎麼做好呢? 五弟, 照我說, 你如果去到杭州, 先找到當席官員, 將奉子族人的情節和他講清楚, 然後請他出一張告示, 將這件事前前後後講明白, 後面提到, 五弟雖然奉子族人, 道義相通, 不想來族那, 特來相請, 一齊附京一行。 那麼, 如果北俠在杭州, 他一見這張告示, 必定自己來見你的, 五弟只要跟他講清楚, 他肯會跟隨五弟回京城, 如果不是這樣, 就怕北俠沒有那麼容易跟你回來, 那時候就難搞了, 白玉堂越聽越不耐煩, 心在罵蔣平, 你真是又沒膽, 又怕自由, 又哆嗦, 那時候奴方就走過來, 再三丁叔白玉堂, 一路要小心, 到杭州之後, 要按你四哥的主意去辦, 現在白玉堂在大哥面前, 不敢發脾氣, 只好答應下來, 好好好, 我一定照四哥吩咐去辦。 第二日, 白玉堂離開開封府起程, 展昭和皇馬張照, 也跟著奴方幾兄弟, 一起去送行, 送出城門口, 白玉堂雙手抱拳, 說了一句, 請, 就帶著徐松白福, 飛身上馬直奔杭州, 一路上, 無非曉行夜宿, 寄餐喝飲, 很快就來到杭州了。 那白玉堂, 一心要單人匹馬, 捉住歐陽春, 扮來激下掌平, 故知他來到, 一來就訂到客棧住, 根本就不去衙門見官報道, 還吩咐過徐松, 不准勝將, 一於暗中茶房, 要親手捉住北及歐陽春。 好了好了, 上一回呢, 錦毛鼠白玉堂呢, 和南俠展昭就較量過一回, 這次呢, 白玉堂要捉拿北及歐陽春, 兩虎相鬥, 結局如何呢? 且待下回分解啦。 上回講到, 那個白玉堂呢, 目中無人, 一心要單人匹馬, 演示自己的本事, 所以他到了杭州呢, 哈! 他又沒有去衙門見院官報道, 住在客棧那裡, 到處暗中茶房, 怎知一連四日都沒有到音訊, 那天, 白玉堂一身書生打扮, 手拿著把大折扇, 遙遙拜拜, 周圍地去打探, 那天正是市值殘春, 江郊初夏, 只見農夫耕六夜, 遊客報紅橋, 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白玉堂聽人家說, 來這裏兩里路遠, 震開了一間茶樓, 叫做玉蘭坊, 本來呢, 是個大官員的花園來的, 現在呢, 賣了出去做茶樓, 那裏地方好大的亭台流角, 花草樹木, 十分有景致的, 白玉堂就跟著一班人去, 果然好地方, 白玉堂就在半山茶廷開了壺龍井茶, 慢慢在探茶, 在觀賞風光, 正覺得心亢神異, 突然烏雲滿天, 滴滴滴滴滴落雨, 來玩的人就紛紛走避, 那白玉堂就沒有帶雨具, 又穿著一身書生的打扮, 還穿著雙布蟹, 驚整濕身, 咦, 橫棗這裏風景這麼好, 不如慢慢喝茶, 觀賞雨景, 等天晴再走吧, 知不知道, 那場雨越落越大, 一直落到臭快, 天黑都未停雨, 那白玉堂就沒有辦法, 只要霧雨回到客棧, 離開玉蘭坊, 順雨柳樹林急急走, 走, 走得沒有多遠, 嘩, 天好似淡, 倒水地倒下來, 白玉堂全身濕透, 那對布蟹也濕濕濕, 想找個地方來避雨, 見到前面有座廟雨, 快點走過去吧, 一望, 寫著惠海妙蓮鞍, 壞了, 原來是屍姑鞍來的, 現在已經天黑, 男人入屍姑鞍不方便, 白玉堂沒有辦法, 只要蹲在門口避雨, 那雙鞋已經濕到軟, 白玉堂脫了一雙鞋下來, 拍幾拍拍了水和污泥, 見到一個書籠捧著墨鏈, 拿著墨, 淋著大雨在那裡喊, 上公呀, 上公, 我來了啦, 一邊咬一邊, 一邊飛快, 向著屍姑鞍旁邊橫門走過去, 忽然間, 喵一聲, 大門開了條欄, 白玉堂又連忙躲在旁邊的柱島, 已見一個尼姑, 對個光偷出來小聲喊, 喂,喂,喂, 你家上公在裡面啊, 你上公在裡面啊, 你別到處喊啦, 這個小孩已經走得很遠了, 聽不見, 那尼姑便輕輕鬧了一句, 哎呀, 真是被他氣死人了, 關上門, 白玉堂心中又奇怪了, 咦, 這麼晚了, 為什麼有個相公留在尼姑鞍裡面呢, 那個尼姑又為什麼閃閃縮縮縮, 不敢大聲告訴那個書童聽呢, 嗯, 這裏一定有古怪, 白玉堂就把那雙鞋放在門口旁邊, 乾脆紙穿著對襪, 上前敲了幾下門, 喂,喂,喂, 裡面有沒有人啊, 我是過路之人, 下大雨想進來避黑雨, 裡面有個尼姑就回應出來, 不行的, 這裏是尼姑鞍, 現在這麼晚, 不能夠收樓南客的, 你請你去遞事啦, 白玉堂心想, 哈哈, 現在他就藏著個相公在裏面, 哦哦, 他不是男人啊, 為什麼收他不收我啊, 還要問嗎, 一定有鬼的啦, 白玉堂一手拿起衣服, 走出場外, 輕輕一跳, 跳上場頭, 在圍牆上面看下去, 見到軟軟的竹林, 旁邊的隱隱約約有燈光, 白玉堂又跳到地上走過去, 只聽到裡面一個尼姑講, 公子啊, 現在已經天黑了, 快點吃飯, 早點休息啦, 又聽到那幫男人說, 喂,喂, 男女壽壽不襯啊, 你不要捱過來啊, 豈有此理, 你毫無規矩成何體統啊, 你強行逐我來這裡, 又不放我出去, 你想怎樣啊, 你, 哎呀,公子, 怎麼這麼兇呢, 什麼兇啊, 我乃是讀書之人, 明禮義之廉恥, 在你不必多生妄想, 快快放我出去, 若不是你後果自苦, 到時你悔之莫及啊。 白玉堂在外面聽到啊, 忍不住拿點笑出聲, 哈哈, 這個男人果然是個正人君子, 嘿, 不過聽他說話, 書生氣十足, 罵人好像淫屍那樣的, 哎呀, 真是可笑可笑。 跟著呢, 又聽到裡面另一個尼姑說, 哎呀, 公子, 別說那麼多了, 來啦, 來啦, 喝了我這杯酒先啦。 咦, 聽一啪聲, 酒杯扔落地, 那個尼姑就發火了, 哎呀, 你這位公子真是不知好歹, 敬酒不喝, 你喝佛酒, 你再這樣, 我們就不客氣了, 嘿嘿嘿嘿, 你想怎樣啊, 你, 你再逼我, 我, 我就大聲喊救命啦。 嘿嘿, 你便喊咯, 你喊到沙聲, 沒有人聽見啦。 那個男人真的抹大喉嚨大聲喊, 救命啊, 快快來人救我, 有人要害我啊。 白玉堂一推在窗口, 一跳跳進去, 人兄, 什麼事啊, 這麼大聲喊。 那兩個尼姑呢, 見到白玉堂跳進來, 大吃一劲, 打個倒退, 站在一面。 那個師生一見白玉堂, 拱手行禮, 人兄請, 小生又來。 人兄啊, 你快走啊, 這裏不妥當啊, 這兩個人, 都不是正經之人來的。 哈哈哈哈, 先生, 古語有雲, 行樂須及止, 你看他們兩個一片詩情, 你又為什麼拒人千里之外呢? 是的, 請問人兄, 尊姓大名, 是怎麼會來到這裏呢? 小弟姓湯明夢蘭, 乃是揚州青葉村人士, 只因來杭州探親, 就住在前面那條村莊, 今日無事就去玉蘭芳飲茶, 見到風景秀麗, 想提絲石壁, 就吩咐書, 同分去拿筆和墨染來, 壯正落大雨, 半路就來這裏避雨, 怎知被他們兩位強行拉我進來, 哎呀, 還說了很多不三不四的語言, 有凡清規戒律, 真是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啊。 白玉堂就笑了上來, 哎呀, 你這樣說就不對了, 仁兄, 什麼啊? 小弟何錯之有呢? 哎呀, 你我都是讀書人, 代人接物子英, 隨遇而安啊。 仁兄, 人生有如行雲流水, 你又何必這麼認真呢? 啊? 哦, 這樣就叫隨遇而安啊? 那小弟就請問閣下了, 如果你是我, 那你又安不安呢? 哎呀, 安不安我, 我是你, 我們一定隨遇而安。 哎呀, 那你有你的事啊, 你是你, 我是我, 我就寧死不能相藏。 白玉堂見了這位書生, 實在可愛, 哈, 我再三試探他, 他依然正氣凜然, 好一個正派書生, 我又想辦法救他出來, 誰知那兩個尼姑呢, 見白玉堂少年英俊, 比個湯夢蘭呢, 就靚仔得多了, 又見到白玉堂口口聲聲勸, 湯夢蘭要隨遇而安, 以為白玉堂是個風流人物啊, 兩個尼姑, 就將一片柔情轉向白玉堂, 一尾望著白玉堂, 看得眼都定了, 白玉堂就望了眼這兩個尼姑, 一個若莫三十歲, 一個都未到二十, 兩個都生得有幾分知識的, 只見那兩個尼姑, 一人倒一杯酒, 就走到白玉堂身邊, 一個就說, 多情公子, 我敬你一杯合歡酒, 白玉堂接過酒杯一飲而盡, 另一個尼姑呢, 亦不肯倒輸了, 拿一杯酒走過來, 公子, 那你喝他的, 為何不喝我這杯呢? 快點喝, 白玉堂笑口細細, 好好好,好事成相, 接過酒杯, 咕咕咕咕咕又喝完, 接著白玉堂就問, 喂, 你倆叫什麼名啊? 我叫明心, 他叫為姓, 哈哈哈哈, 明心,明心, 心不明則為, 為姓啊為姓, 姓不為則分, 女兩個, 不敏為吹吹吹, 威吹通, 威入魁淹, 何時事料啊, 道完個嘀, 一手雀著個, 促著兩個尼姑的手, 然後又轉身問, 히 Sind兄, Państ Heh использ, 我講的對不對? 那个汤梦兰见到白玉堂拉着尼姑的手 他双手掩着双眼 哎呀,男女瘦瘦不尽,你还好意思问我 我啊,我看你才是心迷自分 你真是放肆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迟来未说完,就听见两个尼姑叫起来 哎呀,痛死我了 哎呀呀,手断了,断了,救命啊,救命啊 接着两个尼姑一起跪在地上 白玉堂大喊一声 你两个战人,无端引有梁家子弟残害好人,你该当何罪 你两个老实招供,你这里还有多少个尼姑 哎呀,老爷,这里只有我们两个 我们实在没害过人,求老爷输罪 我以后都不敢了,不敢了 那汤梦兰,刚才以为白玉堂是个尋花闻流浪荡公子 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个精人君子 又见到两个尼姑一尾在着欺求 那汤梦兰又有点不忍心了 他走到白玉堂面前拱手行的礼 小弟,小弟刚才错怪人轻,出言不信,万望恕罪恕罪 这两个呢,看他样子这么可怜 哎呀,拆忍之心,人皆有志 不如,不如就放过他们一次吧 白玉堂笑一笑说,好,就看在这位公子面上 免得你两个死罪,以后如果再犯到时我不客气的 白玉堂一松手,两个尼姑连爬带滚走出去 汤梦兰又是双手抱拳对白玉堂打工作一 多谢人轻赏面,多谢多谢 正在那时,门外一个大汉带着书童进来 那书童一手托着布鞋,一手就拿着墨衍和笔 一见到汤梦兰就上前说 相公,为什么你来了这里呢? 我周围找你都找不到啊 好在这位老爷帮忙才找到相公啊 那大汉就说,既然找到相公了 好了,你主目以人就快点离开这里翻车吧 那个书童又说,相公,你快点穿回鞋先吧 啊,我穿鞋,我现在穿着鞋的 白玉堂一看,哦,这双鞋是我的 跟你相公那双鞋一模一样 讲完就接过伤鞋穿回鞋 那个汤梦兰呢,又对白玉堂打工作义 多谢白玉堂一番,然后就带书童走了 白玉堂就双手抱拳,对大汉说了句 人兄请,那个大汉也连忙举权行礼,请请请 请问人兄高姓大名呢 不敢不敢,小弟白玉堂,哎,原来是大名鼎鼎,大闹东京的 錦毛鼠白五帝 不敢不敢,请问兄台归声 余兄是欧阳春,白玉堂一张,哎呀,原来是他啊 接着白玉堂就问,欧阳兄,你怎么会来到这儿呢 哦,我刚才路过门外,见过书童在树下哭 才知道他相公不见了 我立刻进来看看,见到五帝在窗外偷听 我亦听了一会儿,我还没见五帝入屋 惩戒那两个尼姑,我才回来带书童进来 白玉堂那心想,啊,他跟着我没进来那么久 怎么我一点都不发觉呢 嗯,这个北合,怕要认真对付吧 这机会难得,我找他找了那么多日了 这次,那难道他走掉呢 好,不如离开这儿先动手组他 白玉堂就对北合行个礼 人兄,这儿说话不方便 请人兄去我住的客棧一聚 好好好,正想和五帝唱谈一番 两个人就离开尼姑庵 刚刚走出大门口 白玉堂就想来个下马威 给那些厉害北合看下 他炸帝谦阳,请北合先走 他用右手托着北合的手肘 后中说了句,请 跟着用力一托,就想中北合整个托起,然后拼出门外 谁知出尽力,犹如蜻蜓陷石鼠 那个北合就动都不动 北合就炸不知,转过身来也都用手托着白玉堂的手肘 说了一句,五帝不必客气了,请 说完轻轻一托,白玉堂整个人双脚离地 还是不合手下留情 轻轻一托,就将他放弯落地 如果出力一托,怕整个白玉堂会扑出街外 白玉堂就打那托 咦,看不出他这么大力 两个人就一拍走就离开为海妙连暗 那时呢,雨过天晴月明如洗,盛光浪浪 白玉堂被北合低了一下,有些不奋气,一言不发 北合就先开口,五帝,你来杭州有什么事呢? 小帝是专门为人兄来的 北合一听,立刻停着脚问 哦,为了我,那到底有什么事呢? 白玉堂就将霸王庄马强 告危态受勾结北合打劫的事说出来 然后就把这个面一半正经说 我说凤子来俗人回京城对政 那个北合一听,那心就不是多高兴 哦,你白玉堂是来捉我的 就算你是凤子俗人 那也要说一下意气,客气点 居然好像官差对犯人那样是对我的 那欧阳春就忍着气说 哦,原来白老爷是阴差大人 哎呀,我欧阳春真是有眼不惜泰山 看望字高翻,实在多多有罪 是的,请问阴差大人 我欧阳春应该如何进京呢? 请大人明白指示 那个不合欧阳春敢来问法呢? 算是认真遷就白玉堂的啦 不想落白玉堂的面子 那,只要那个白玉堂释取 说几句重意气讲交情的说话 说自己是奉命如来左右为难的 请不合来出主意 那你不就说拉他回去东京对政啦 就算拉他落火海呀 那个不合都应成的嘛 天天白玉堂为人心高气傲 目中无人 他又刚刚大骂东京天下文明 以为无人可敌 现在又封了个四品大官 在五鼠中呢 他官职最高的嘛 这回皇帝连南俠展昭都不用 就选中自己 那白玉堂呢 就更加忘了影 居然摆出个阴差的威风 随口就答 这个是圣上旨意 就只好公事公办啦 今天既然海后相逢 要请人兄跟我回东京 没什么人情可说的嘛 欧阳春就想不到白玉堂一做了官 居然反面不应人 心中就确有点火啦 他又冷笑一笑 他没那么容易吧 堂堂男子汉就敢跟你去 未免会取笑于人啦 任差老爷 你是不是再想真下 啊 这个不合呢 虽然是发火 还是忍着颈 总是想等白玉堂回心转意 想白玉堂问他 欧阳大哥那你说怎么好啊 唉 这就容易商量啦 怎料白玉堂一听呢 当堂反面 哈 欧阳春 我和你说这么久 你怎么都不明白的 是要等我动手来捉你们才肯认输是吧 那你们幽怪白某不留情咯 白铁那时也忍无可忍 就认了一句 好 好 好 我正要领教你的本事 白玉堂一拼就将一件錦袍拼出去 脱了书生头巾 连那把大折扇也扔在地上上 那对鞋濕了 他干脆就将布鞋都脱了穿着对襪 一跳就跳出路中心 六大双眼怒气冲冲 擺出一副咀嚼逼人的架势 白铁呢 面对着这个武艺高强名闻天下的高手 敢无鼠 啊 他好像不是去打斗 好像走出门口去迎接客人那样 他拍亮一下衣服 然后轻轻上前几步 站定脚双手抱拳 说了一句 请 白玉堂已经动手了 那个白玉堂穿一身雪白衣服的嘛 哇 好像个大雪球那样滚过来 根本分不清他出拳 还是起脚一部风车那样转过来 白铁就暗暗赞了他 果然名不俱全 好管理 白玉堂猝猝逼人 欧阳春 步步为应 日美招架 打了几个回合 北合心想 我再三让他 知他半点不留情 这回快要点醒他就行了 那个北合一路退 退呀退呀退到路边 突然按一线 整个踏在地上 白玉堂见有机可乘 他整个跳起身 用脚照着北合的肚就踩下来了 怎知北合忽然就地一滚 白玉堂的脚就踩正北合身边 白玉堂一脚踩空 喊了一声 糟 刚刚想收脚 而北合已经一个里鱼翻身 整个跳起身 用手煮一白玉堂 小鱼 轻轻一刀 白玉堂 立即过得一阵气悶 透气透不到 死了死了 整身硬了 只手伸直就不收得 只脚定住就不动得 口抹大不合得 条腰弯了就不值得 啊 好像个木头公仔那样 一个英雄了得的白玉堂 居然就顶不住 北合欧阳春一只手指 可见一山环又一山高 白玉堂的功夫比起北合 嘿嘿 还差一皮呢 那北合见白玉堂 那副狼狂样子 竟然来了会伤他身子 北合就轻轻在白玉堂 背脊拍了一下 嘿嘿 北合能不能够拍醒 这个狂妄自大的白玉堂呢 欲之后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 上回说到 那北合用点阅法定着白玉堂 这个北合呢 竟然来了会伤他身子 就轻轻在他背后拍了一下 拍 那白玉堂好像睡着觉 被人踢醒一样 整个打个冷针 跟着头一口大气 北合就连望扶着他 愚轻一时魯莽 五弟千万不要见怪 白玉堂望眼不合 臭到面都红了 踏帝头一言不发 连那张布鞋都没穿回 衣服也不倒了 穿着对襪急急地走回客棧 又不敢喊门 就运后门的围墙跳进去 回到入房 那随从白福见他的狼狂样 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又不敢开口问 就立刻倒了一杯茶来 白玉堂就吩咐他 你去厨房和我煲一壶滚水 我冲一壶新鲜茶 白福就快点出去煲水了 白玉堂染到门 一错错落就长叹一声 唉 想不到我自以为有本事 原来是不堪一击 唉 我还有什么面目在东京啊 千错万错就没听到四哥的说话 那白玉堂越想越乱 啊 他脱下身上的腰带 跳上翁椅子上横梁 将腰带打个链 将腰带打个链 将腰带走进去实行一死了之 谁知 将腰带走进去 那条腰带就滑下来 白玉堂心想 哎呀 真是追起上来 你打个链都打不稳 白玉堂就收回腰带 又施上横梁 然后又打链 准备吊颈 刚刚吊过头 那条腰带又撕下来 再扯回来 再打链 再吊颈 那条腰带依然吊落地 白玉堂心中奇怪 啊 为什么呢 那白玉堂不该死于此地 正在想着 忽然间后面有人轻轻一拍肩头 五弟 哎呀你太过分了 啊 一句说话 吓到白玉堂整个跳起身 只见北俠站在后边 那个北俠呢 上手捧着白玉堂 刚才扔下那件白锦袍 那件锦袍摺得整整齐齐 上面还放着堆布鞋 布鞋的污泥呢已经抹干净 还怕着鞋底会弄了一件白锦袍 鞋底朝天来都放着 那白玉堂见到北俠 对自己这么细心 不觉羞愧万分一坐坐落 一句说话都说不出 原来那北俠呢 刚才拍醒了白玉堂之后 白玉堂走了 他见路边还放着白玉堂 扔着一件白锦袍和一双布鞋 和那件头巾和一双布鞋 北俠就怕着白玉堂年少弃盛 回到客棧一时想不通 怕他自尋短见 北俠就把衣服收拾好 跟着美丽想乘机开解白玉堂 后来白玉堂回入房 北俠就在窗口外面等 白玉堂叫白福出去煮茶 北俠就乘机摸入房 刚刚白玉堂除了腰带自尽 北俠就一连解了他三次裂 你说呢 白玉堂乃个本领高超之人 在皇宫和庞太师家 都神出鬼没的嘛 啊 北俠在他身边做那么多事 他居然无法觉 可见这个北俠的武功 确实了不起啊 现在呢 北俠见到白玉堂整个牛仔坐在那里 北俠就轻轻放下衣服 站在白玉堂面前说 五弟 你想怎样啊你 难道为了这么小的事就要自尋死佬 那你死就是害死我了 你如果要上吊 那我就跟着你一起去死吧 大哥 我死是我的事 怎跟你的事呢 哎呀五弟 五弟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屎 你想想 你如果死了 我欧阳春 你怎样对得住你那四位兄弟啊 又哪里还有面去见南俠展昭和开封府那班朋友 都不如我跟着你一起去死就算了 白玉堂听到这么说就不出声 北俠一坐就坐在白玉堂身边小小声说 五弟 你我今日之事不过一场游戏而已 哎呀兄弟之间的事有哪个体见呢 何止于因此而尋短见呢 五弟 那天我说你啊 你做事太过妄状了 你要我跟你回东京 也应该大家商量一下 怎能够对兄长发豪施令 你只是顾着自己显威风 你也不想想你将人家置于何地呢 古语也有话嘛 己所不欲物施于人 换了你是我了 你又受不受得住人家敢来凌辱你啊 白玉堂听到北俠一番肺虎之言 不免有些动情 望着眼北俠 又是低头 北俠一番肺虎之言 我想到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就不知五弟的意思如何 就当没有今天这件事 听人五弟就去抹花村 叫丁家兄弟出头 算作从中搭线 那五弟也不会落得个无能的名声 我呢 也勉强被你禽獲的丑名 彼此有益 你说怎样啊 白玉堂虽得性情傲慢 是到底是个热血心肠 聪明绝顶之的人 见到北俠不单于武艺比自己高强 而且处处为自己着想 不但救自己一命 而且怎样保住面子 怎样落台街 都想得这么周到 人非草木 就算铁石心肠的人 亦被北俠一番诚意打动 白玉堂不敢热泪迎康 一跪跪在地上 大哥 多成大哥指点 小弟实了狂妄自大年幼无知 望大哥输罪 北俠双手扶起他 五弟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走了 你来抹花村 我们在那里再见 港元走了几步 又是走回头 对了五弟 你顶头巾和那把接线 夹在锦袍里面 港元一转身 已经无影无踪 那晚白玉堂整晚都睡不着 不怪展昭和我几个兄长 整天提到北俠欧阳春 说他文无相传为人忠厚 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人物 他的本事果然性我十倍 而且处处为人着想 又想得这么周到 他人又那么汪洋大量 不单救了我 还教我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白玉堂都是自作聪明 自讨没趣 活该活该啊 到五更天 白玉堂就起身 叫白福收拾行装 立即起程 主伯两个一路顺风 就来到抹花村 白玉堂就叫白福先进去通报 自己跟着尾就来到庄门 定家兄弟早已经在门口供后 白玉堂连忙下马 那个丁一丁少兰就十分亲热 拉着白玉堂手 原底好啊嘛 丁二呢 双手抱拳打在官腔里 白老爷嫁到 恕我等未能远迎苦嫁 多多有罪 请白老爷都寒些凤茶 白玉堂就笑起来 不是 二哥 你真是喜欢说笑 好了好了 不要难为小弟了 三个人 手拉手就一起进去 白玉堂就先进里面 拜见丁老夫人 向老伯母请安 然后就回到客厅 丁少兰就一尾问开封府 那羊英雄最近怎样 谈了一轮 丁二丁少尉又是开声了 哈 今天是边陈香风 将四品带都护卫白老爷 吹到来抹花村呢 真是逢碧生辉 柴门有幸 就不知护卫老爷 真是来探我们两兄弟 还是另有公干呢 一番话 就问到白玉堂面红已热 丁一就怕着白玉堂不下台 就瞅了个弟弟一眼 哎呀老爷 你真是没来定性的 我们弟兄这么久没有见面 说正经的事 说起来这些五三五四做什么 白玉堂的话 大哥 那又怪不得二哥生气 去年麻烦两位卿长这么多 在重江口 我全身濕着换那套衣服还是二哥的 后来我回到京城开封府秀职 本来想请假来拜见两位卿长 知道我大哥说我新秀职不准请假 所以没来 丁绍卫又说 哎呀五弟做了官 整个不同了 那把口真的会说话 曲都被他咬直 五弟我问你了 你既然说不能够请假来 喂 今天写公司信来都行吧 一个字都不写 二哥 我本来想写的 后来接到大哥的信 说要陪伯母和宋阿妹上经 和展大哥成亲 那我打算不用多久就和你们两个见面了 那才是没写的 怎料二哥你又没来 哎呀这笔帐怕不怪我 丁绍卫听到的心就想 咦 那白玉堂果然比以前精力了很多 说话觉得那么远转 也没有以前那么囂张浮躁 丁绍兰就吩咐家人摆酒 白玉堂的既不推辞 亦无谦阳 三个人就你一杯我一杯开怀唱饮 喝了一轮酒 丁一就问了 五弟 你这次来到底是官事 还是真心来探我们 丁大哥 老实说 我虽然是出公差来 不过有件事 一定要求你两位帮助 怎样呢 有什么事要我两个出力的呢 不妨直讲 白玉堂就把马强告北俠那件案 天天说出来 说到皇上有旨 一定要捉拿北俠回去京城对政 丁绍卫就问 不妨直见过北俠没有 见过了 见过就行了 那北俠有多大本事 他怎会是我五弟的对手 五弟呀 你捉了他就行了 哎呀 二哥 你想错了 我原先都是这样想的 怎料一交手 才知道自己的本事 没有来跟到他 打了几个回合就输了 丁绍卫就特意大声喊 不会的不会的 五弟又怎会输给他北俠呢 我不信 我不信 白玉堂的人 虽然此财奥密狂妄自大 这到底是个忠肝义胆之人 输了就真是认输的 他见丁绍一味不信 只好老老实实 将怎和北俠比武 怎样输了 后来北俠又怎样救他的事 都说出来 丁绍卫就问 我照这样看 北俠是有点本事的 连大名鼎鼎鼎的錦毛鼠都佩服他 而我何止佩服他 我心中万分感激他 我这次来找两位兄长出头 都说北俠教我这样做的 丁家兄弟见到白玉堂誠心认错 心中十分激动 丁绍一撲上前 上手拉着白玉堂 好兄弟啊 你真是空怀坦荡 今后我丁绍卫真正的佩服你了 丁绍兰就吩咐家人请北俠出来 一会儿 家人就带了三个人出来 走头的就是北俠 后面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和一个年幼的孩儿 白玉堂就连忙起身迎上 欧阳大哥何时来的 我昨晚到了 白玉堂在心想 哎呀好在我老实照说 如果不是这回就更加出丑了 丁绍兰就对白玉堂说 这位是智化延兄 发名叫做黑曉胡 他是将门后代 他父亲和家父是多年同事生死之交来的 智化就拉着艾虎说 这个是我徒弟艾虎 又是欧阳大哥的义子 来阿虎 过来拜见白五叔 白玉堂见过艾虎呢 虽然是他弟弟 那样子生得十分脆乖 微语之间一股英雄气概 白玉堂也十分钟意他 连声称赞他 这位世侄将来前程无限 丁绍兰就早已安排好延席 就请大家入席 在席间白玉堂就请北俠 一起回京城见皇上 北俠随口就答应 好好 既然有人告我 我不去搞清楚怎行 就算龙潭虎月 我也跟随白五弟去一趟 大家开怀唱饮 各人意气相投 屁肝力胆各名心志 散席之后 北俠和艾虎就住在一间房 父子情心两个一直聊到半夜 才各自安寻 到第二天天亮 众人就送北俠和白玉堂离开 丁家兄弟就千足复万足复 要白玉堂好好照应北俠 那北俠和白玉堂走之后 丁家兄弟和智化艾虎幾个回到客厅 大家见北俠这次去京城吉凶未卜 最心中闷闷不乐 个个愁眉苦面 艾虎就更加不舍得父亲离开 一尾在那抹眼泪 大家坐到 坐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 忽然间那个黑妖胡智化 一拍张台 豈有此理 危泰秀为国为民 反而遭受误告 欧阳大哥制困附危被人陷害 终臣义士含冤受屈 敢动有天理的 一日都是那个王公总管 马朝燕有权有势 包庇他的侄马强 要解救欧阳大哥和危泰秀 一定要想密密铲除了那个马朝燕 如果马朝燕倒了 马强武靠山就容易对付了 丁绍卫就说 这两叔侄作恶多端死有余辜 与其分开来 不如一网打尽 智大哥 你俩说得对不对 我亦想过 不过要一网打尽 就怕手段要狠毒些 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要报个稿 整件假案 将他宿侄两个拉落水 有庄有正 让他有口难辨 哎呀这个题目太大了 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丁绍卫就心急 哎呀那智大哥 你快点说来大家参详一下 两位言帝 我之所以留在霸王庄这么久 是因为知道我马强 切招燕管招兵买马 投靠湘阳王密谋造反想大乱天下 我就留在那儿想打探他的根底 现在这件事既然已经搞成这样的地步 只要借题发挥 先铲除马淑然马强两叔侄 所以则手段未免过于狠毒些 只一来为国为民除害 剪除湘阳王的党羽 二来呢 也只有这样才救得欧阳大哥和毅太秀 哎呀不过说是这么说 要扮成这件事又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四件事最难搞 那丁二一被心急 哎呀大哥这些这么为难之事 你快点说吧 智花就转转头看一看 那丁绍兰就会议 即刻吩咐家人出去了 智花就说 第一件 要去皇宫那里偷一件皇家最宝贝的东西 这件事呢 我可以去办 第二件呢 要找个上年纪的百姨公 带着个几岁大的小弟哥 跟着我去京城 透昏那件宝贝出京城 第三件呢 要将那件宝贝 偷偷送去马强家 收藏在佛楼里面 用来做真装实证 智花都没说完 丁绍兰就插嘴了 这件事等我来做 只要你拿到那件宝贝回来 我就包送去马强家收藏好 大哥那第四件事怎样呢 唉 第四件事是最欺人的 要找一个知道马家根底的人 去开封府告法 老实说 前三件事呢 都好办些 最难搞第四件 成败存在于此 如果这部棋行错 满盘皆空 这个去开封府告法的人 你找谁好呢 智花说完 就瞅了眼艾虎 艾虎见师傅看着自己 深重唤起 师傅 第四件事等徒弟去做 好 谁知道他智花轮大双眼 屁 弟弟乳臭未随 识识什么是你 这么大件事你担当得起啊 艾虎见师傅忽然间 转了他样子的心就鼓鼓声 又是你望我眼的 现在又骂我 艾虎就嘟长条嘴 暗暗沉沉在那里说 我又没试过 你谁知道我就不得了 智花又才开过来 哈 你还嘴硬是吧 你有什么这么大本事啊你 你去告个马强 你告得到的吗 当然告得到的 哪个都没我这么适合 那个丁绍卫呢 刚才听见艾虎说要去 心中也觉得不妥当 小孩儿不知轻重 怎么做得这么大件事的 后来见艾虎不愤气 顶着头 丁绍兰就担着他师徒两个吵上来 他就插嘴说了 智大哥 既然说自己最适合来 不如听他说下 看他怎么说 艾虎就说了 我自小在霸王庄 所有马强的事呢 我都熟悉的 三年前那个马淑然曾经告假回乡 就是住在霸王庄 那时候啊 师傅你都还没来招宴馆呢 如果师傅这次偷了一件宝贝回来 收藏在霸王庄呢 那我就说三年前 马朝言带回来的 那就可以了 第二 你找哪个人去告法都不及我 人家都说了嘛 弟弟不会说大话 我去告法 谁都信以为真的 第三呢 我义父不合受冤屈 我做儿子的都理应出力 的嘛 方者师傅教了我这么久 我都想借此机会 出力来报答师傅 丁家兄弟听到这么说 一年赞了几句 好啊好 哎呀真是想不到少少年纪 这么本事的 怎料他智化一眉摇头 不行不行 听他说我都这么嘴硬 他不行的 咦? 刚才的智化就看着艾虎笑的 为什么现在变了样子呢? 那艾虎去不去得成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 上回说到 那艾虎 听说要找人去开封府告法 他一尾爭着要去 还放了很多事实出来 丁家兄弟听到一尾青窄 哈 好好 看不出你少少年纪 这么本事的 那个智化呢 本来呢 心中也想着最合适去告掌的是艾虎 之后确是担心他年纪太小 到时会误示 所以智化一尾爭着潑冷水 嘿嘿 两位贤弟 你别夸掌他 他都未知开封府的利害 现在就说得这么厚硬 到时新临其境 我怕他们云拍都没了 阿虎 你现在是无忠生有去告法的 那包公了是如神 一眼就看穿你是假的了 到时 在公堂上一审 你怎么顶得住啊 一定被包公那把狗头杂都斩了 那时不但误示 连你都白白送上一条命啊 唉 那个艾虎到底是个弟弟哥未定性的嘛 听到师傅这么说 你忍不住脖子 我就不信 那包公真是这么厉害 也不信他开封府是炎黄殿吗 我任他落营 我死口咬定硬不改口 我就不信那包公那把狗头杂都真是这么厉害 丁兆兆兰两兄弟 见到艾虎这么有志气 有一天你就顶头称赞 他自饭还是不放心 是是是 你一说就说得这么厉害 对了 我来考你先 你如果过得我这关 那你就去 如果连我这关都不过得 那你就不用只去开封府 那艾虎一听 好啊好啊师傅 那就当这里是开封府 师傅做着包公 先审我试一下 艾虎说完一跪就跪下 小人扮见大老爷 嗯我问你 你家园外 家中收藏皇家之物 是不是马总管亲自带回去 启品老爷 三年前马总管告假还乡 亲手把那件宝物 交给我们庄主的 庄主还叫小人托去放在佛楼那里 哦 那那件宝物放在你庄主的家里 放了三年的咯 是啊是啊 足足三年的咯 自发一拍张桌 抬起 抬起来 把这个狗奴才和我斩他 哎呀呀大老爷 为什么要斩我啊 豈有此理 你分明是串通一伙 我问你 既然已经在你庄主的家里放了三年 为什么你今天才来高法 啊 你说 你说 那个自发敢问 连丁家两兄弟都打过凸 哎呀你敢审法 有意为难他 怎么回答得出的 啊 那个艾虎 他很聰明 他不方不忘我 大老爷 小人今年都未到十五岁 三年前才十一岁 不懂世事 我都不知道知情不顾这么大罪 今年听人说 说你现在庄主作恶多端 你在这儿这么久肯知道很多东西 如果知情不顾 就要斩头 明天你就快点去告法 还可以减轻罪 故事小人才立刻赶来告法 丁绝绝 看见艾虎这么聪明 唤你整个跳起身拉着他 哎呀西侄 你真是答得好答得好 快点起身起身 这件事 一定要你去做就行了 丁绍兰 也对智华说 智大哥 你有这么本事的徒弟 放心 智华也十分高兴 是就是有点小聪明 还要两位 写封书信 智大开封府给白五帝 这样才稳定些 好了 现在四件事都有眉目了 下一步又怎么做好呢 智华就说了 现在第二件还没齐备 原底 你先拿筆墨来记住 丁绍兰就拿子拿筆来 智华就说了 要一部舊的手推车 要烂脊烂棉胎 舊包袱两份 沙布硬撑一份 还要找一个上年纪的男人 一个未足十岁的小孩 还要几套舊衣服 丁绍卫觉得奇怪一问 智大哥 你以为这些事做什么 两位原底 我老实对你们说 我打算到东京入皇宫 偷取皇家世代相传的九龙珍珠皇冠 只认为这件宝物 是珍藏在宫内四直库那里 是由总管马朝宴来主管的 这件宝贝是无价之宝来的 又很大件 就算被我偷了出来 也很难运出京城 所以要找一脑一暖 和我扮作一家三代人逃坊去京城 然后就离开京城一会儿 这么多旧包袱 旧面胎旧行李 就收藏了皇冠在里面 那才能找到京城的守兵 不过这个白衣工一定要可靠 又要有些胆量要挨得苦 那小孩也要精力生性 也行 丁家兄弟就皱眉头想一会儿 有了有了 我这里有个老管家 叫做培福 旧时当我兵曾经跟随先父南征北战 他有胆量又能够挨苦 为人十分忠实可靠 就是他脾气硬些 因爲他追随过先父又见过世面 所以耳老卖老 我们都镜他七分 不如就找他来 丁兆惠就立即吩咐家人 叫培福进来 智化就见这个白衣工 年纪六十岁左右 满头白发 人生得高高瘦瘦 只精神斗手 身段也十分硬朗 唉,对了,对了 丁家兄弟就请老管家坐下 智化就将马强作恶多端欺压百姓 危泰秀私访遇害 欧阳春救泰秀 被马强误告 现在拉去京城 生死未卜的事一 五一十就说出来 老管家听着听着 就不禁意愤填膺 整个站起来对丁家兄弟说 两位小官人 你们整天说行合仗义 怎样眼见恶人横行好人受罪 居然无动于衷 就不想办法 老人家你别急着 如今次大哥已经定了一条好计 要你一起去一次东京 不过这件事十分机密 而且沿途一定有很多惊险 就怕你老人家不知道完不完 我陪伏一跪就跪在地上说 老奴以前跟随丁总兵南征北战 又成蒙小官人 对老奴有如一家人 现在为了救忠神意思 就算扶汤道火万死不迟 自发就快走过去扶他起身 老人家你坐下 听我慢慢说 那你我两人暂时扮作两父子 再找个小孩 那我们就扮作祖孙三代 逃坊就运入东京城 然后呢 就把那件宝贝运回来 这些老人家看能不能 老管家一比一拧头 丁家兄弟和智花就恶言 那难道这个老管家怕死不敢去 丁一就问 那老人家有什么为难之处呢 哎呀 哎呀 要自公子认我做老子 那老奴实在不敢当 智花就哈哈大笑 哎呀老人家 你这么计较啊 逢长作兄做戏这么做 只要能够救出危态秀和不合 能够铲除那马强叔侄 那老人家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 那老管家也笑了 好好好 那听从朱卫吩咐是 只要找个小孩儿的事就容易了 我有个孙女叫做英姐 今年八岁 人生都很聪明伶俐的 她是一只要我带她去京城开眼界 哎呀 她这回就带她去好了 几个人商量好 就决定了起程的日期 丁一就照一张单 把什么都准备好了 然后就搬上船 那晚呢 就在客厅书摆设送行宴席 那个培福和英姐也来 大家就不分主缚 坐在围台 吃完饭了 自化培福和英姐三个就漏夜上船 丁家兄弟和艾虎就送到江边 那我自化几个呢 就由从江坐船去到镇江 再过江宁到了安徽过了长谷 一直到河南境界 三个人就在船上换过衣服 把那部手推车和行李搬上岸 三个就扮作逃方的穷人 自化就拉车 培福就在后面帮手推车 英姐就坐在车上 那些沙堡硬撑旧皮铺包袱呢 就乱七八糟倒在车上 看下去就真是像逃方的一家三代 日头就沿途黑食 那个黑妖胡志化呢 虽然是帐门之子 出身名门 知道他这个人本来就生得黑 加上换一套衣服打扮 哈 真是像个落难农夫那样 他还沿途练习黑食 说了口不沙不食都不知道哪里的乡下话 一开口就喊 老爷啊 我们是祖先三代 有脑有暖 不过主人年景不好 没得收声 逼如涛坊到这里 流落他乡 找不到工作 扣你们施舍几元千充机 陪福在后面搭嘴 我们都没出过 黑食股 扣大家做好事 啊 那英姐呢 有时还闭嘴一喊 叫肚饿 沿途就确是引到不少人同情 哎呀真是施舍了那些碎银两给他们 就是这样 一路就来到京城 日头 依然是到处黑食打探地影 艾满就蹦街边 有一天 智化就记得一班民工 托着座头铁钊 在路上走过 智化就问过路人 知道原来呢 王公要挖旁边的那条护城河 哎呀好机会呀 智化就立即拉着车 一家三口 就向着玉城河工地那边走过去 将那部车就放在附近一个梁亭旁边 智化就一趟走过去 对着那帮民工就大声喊 老爷好心就施舍过钱 那帮发行的人就吓吓大笑 哎呀你也不看人的 哎呀叫我们做老爷 我们是给老爷洗的 哎呀哪里有银两施舍给你呀 有鬼就说 看他牛高马大有气有力 一定是好食懒做靠黑食 哎呀那么大个人都不丑的 智化就说老爷呀 我不是怨做的 没人请啊 跟着他用手指着梁亭那边的陪伏和英姐 哎呀你们看下我 祖孙三代一妻套房 我又管个佬又大个嫩的 人家生疏哪里找到两餐呀 那才来黑食的 哎呀 刚刚讲完公头走过来看着 喂喂喂喂 开工啊你们整班人都聊天偷懒啊 那些民工就将智化的事就告诉公头听 公头见到一个智化 一家生口人 确实可怜 又看智化的样子 身上傻头傻腦老老实实的身材又高大 哎呀 想着这个人来做事一定见用的 公头就对智化说 喂 我们现在呢 在紫禁城内挖鱼河 我看你一家三口也确实可怜 那你不如跟着我去做工 每日三餐饭还有六十文钱工钱 做一日算一日 那你完不完啊 那时候呢 那陪伏就走过来对公头说 哎呦老爷啊老爷 哎呦我们祖先三代呢 已经饿了几日的了 隨便有事做 能够充饥就感激不尽了 不要钱了不要钱了 智化就说 爹呀你别出声打乱歌病咯 公头你就对个陪伏说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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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儿子做工有六十文钱的 够你们三个人吃饭的了 公头就带来智化去智金城 一路上那帮工人见到这个智化 黑姑勒得傻头傻腦 就欺骗他老实 这个就叫 喂喂喂喂大只佬 帮我手啊 托起那把座头来 打 那个又叫 不不不大只佬 不搭着这些了 来来来来托起我那把钞 打 没问题 一个带开头 个个跟着尾 将那些座头铁钞 什么都放在智化那里 公头在前面走 轮转头一看 智化托着几十把座头铁钞 塌在肩膀上 头壳也不见得到 起码三百斤重也有 公头就喝着那些人 喂喂喂喂 什么你们这么搞的 人家没得吃泥做工 你责脱那条腰骨 害死那家人 快点拿回去 跟着公头又对智化说 哎呀你又是老实过头的 人家找你笨 那你任人欺骗呢 哦哦做多些没什么所谓 众人见到这样就哈哈大小 大家觉得这个傻人挺老实的 那整班人来到紫禁门 公头就遞过腰牌 为兵就点查人数 逐个点名逐个放进去 入到玉城河旁 公头就吩咐大家下去挖泥 那那个智化呢 是有功夫之人 一身力气的嘛 现在又故意要下力点泥造 他就拨命那么滑 一个人是摸七八个人用的 旁边挖泥那几个 就小小就对他说 喂喂喂 大只佬啊 你这样做不对的 怎么呀怎么呀 我呀出力挖的了 还厌我呀 挖得慢啊 不是呀 你太努力了 你挖一产泥呀 抬我们七八产呀 要我们个个跟你这样做 我们还有命的 再说呀 你这么努力来做 容威仪将功夫做了 这样就没得挖了 俗语都讲的嘛 黄家公慢慢挖 哦这样啊 只是慢慢做 公头看见 不给饭吃的哦 哎呀你真是笨的你 大家要慢慢做 怎么分得出哪个快慢 哎呀好了好了 哎呀你既然有力帮扔洗 来来来 你帮我挖完我这边算 啊 智花就明知那些人 老子找笨的 智义不出声啊 帮隔离左右都挖买 做了轮了 就听到打罗收工吃饭 智花捧起饭碗 一味大袋大袋的扒饭 公头见他不夹菜 就问他 喂喂 什么你不吃菜呢 哦哦 什么有菜吃的 那吃菜 不用扣人工的嘛 哎呀你真是 都说你听包吃三餐 连上咸菜的嘛 是啊是啊 夹那些咸菜送饭啊 智花就才这样夹了 几柱咸菜来送饭 那个公头 见到智花这么老实的 十分钟意他 啊这个乡下佬啊 真是担屎都不偷吃的啊 找散工 找着他这样的人 真是挺难得的啊 哎呀 第二次是要找回他才行 到埃曼收工 又逐个点名 出回紫禁城 每人分了份工资 智花就回到梁廷 多少回复呢 那现在有一条门路 大家就十分欢喜 到第二天 那个公头呢 又来找智花开工啊 做了轮工 忽然间 大家都停了手 摄高头去看 智花抬头一看 只见那只金丝猴 爬了上一棵大树 那只金丝猴呢 颈上还挂着一条金色的锁链 又见这个太监追出来 整帮滑可人 吵一巴掂在那里看东西 那个太监就大声 喂喂 别这么吵啊 别这么吵啊 吓走金丝猴不得了的 哎呀 死了死了 你看 那只金丝猴越爬越高 怎么办啊 智花就在底下说 呸 用不着那么吵轻啊 上市捉回来 不就行啊 那工头听见 又喝着他 喂 你多嘴乱说啊 你做工就算了 用不着你多管闲事啊 你傻头傻脑 一人吓走那只猴子 你拿一条命来 赔都赔不到啊 怎么知道 那太监已经走过来 听到了 就喝着那工头 喂喂喂 工头 什么你敢说话啊 我代你也算不错的嘛 哈 你的伙计说 帮我上市 捉了一只金丝猴下来 你不让他去啊 你想害我啊 哎呀 老爷老爷 不是啊 不是啊 我的金丝猴 那是皇宫珍贵之物 我怕他没有本事 吓走了 那么我担当不起啊 哎呀 事到如今啊 还怕得那么多吗 快点叫他上市 帮我组分回来啦 公头就只好叫智花来 喂 你快点上市 帮他将那只金丝猴 组分回来啦 哦 哦 那么我呀 不鬼乡下 组猴就拿手而已 哎呀 金丝猴 汪家那么贵重之物 哎呀呀 我呀 我不敢啊 我担当不起的啊 那太监就急了上来 哎呀 别说那么多啦 快点捉归回来 我有点打赏啊 自败的傻头傻腦 扣了头给他太监 然后一脑衫就 一只猴子 爬上市 那只金丝猴 竟然有人来 一惊就越爬越高 智花就对了 你爬得越高 我跟着尾 就将皇宫内景 看得一清二楚了嘛 哈哈 明明一手就可以捉住那只猴子了 哈 他面面装模作样 一尾嚇一只猴子 猴子就跳来跳去 智花呢 哎呀 跟着扑来扑去 东南西北四边暗壳 下面那个太监 和弓头就不知道 智花一身本领的嘛 见到那些树上爬来爬去 那棵树子的树枝 就摇摇鸽鸽 好像就快断了那样 怕得下面那两个的面都青了 一尾叫那帮工人 别出声啊 别出声啊 别别 嚇到他跌下来 那只猴子捉不到 连人命都没了的 那个智花呢 在树上边 将皇宫内院 看得一清二楚了 然后就一伸手 执着条锁链 轻轻一扯 就将金丝猴捉住 将条铁锁链 就固住自己条颈 用口咬着铁链 那只猴子猴子 就没得退 乖乖地蹲在智花肩膀上 智花就双手抱着树 慢慢就挖回落地下 将金丝猴交给他太监 太监就十分欢喜了 喂喂喂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呀我叫汪老鱼 太监就顺手拿个小元宝给智花 智花就不肯要 买只猴子都不用那么多银两了 不要了不要了 我呀我呀 吃多一碗饭就補傻了 那太监 见他这么老实 就对他公头说 啊 这个人呀 真是老实 那 你拿我这个小元宝给他 明天啊 你给他一份轻工做 我要请他喝杯酒 多谢他呢 好了 智花这回 和太监交上朋友 太监到底帮不帮他手呢 欲知口诗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